15分钟900秒 也就是1⁄4小时 用96个15分钟加起来刚好抽成一整天 15分钟很短暂 但它却能让人有很多事情可干 刷个牙 洗个脸 吃一顿早餐 擦桌子 洗碗 亦或者开车都上两圈 现在15分钟又多了一个电影 直接把一部手机的电量充满 iQOO7它继承了上一代iQOO Pro的超快闪充 通过正类式的节奥结构 为双电芯电视组充电 并通过串联降压将10V 12A 转换为2个5V 12A 实际充电测试从1%到100% 耗时刚好15分钟 这也是我体验过搭载骁龙888的第二款机型 作为宝马MC的顶级合作伙伴 它将赛车上的元素融入到手机中 就像我现在开的这辆M4 它追求美感却不向性能妥协 用B面的话来评价 它性能纯粹 操控出色 如果将这些评价放到手机上 那么这台手机要具备什么 在正能手机玩上的今天 手机不再单单仅限于扫码 刷具 而玩游戏成为了更多人在手机上主要做的事情 所以手机的核心如同汽车的引擎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比赛的输赢 iQ7它性能不言而喻 在多次跑分测试中 它的成绩一直领先 当然这远远还不够 想要在手机上做出差异化 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不过经过了几天的体验 我觉得iQ7做到了 纯白色的AG玻璃后壳 简单平静 看惯了各种各样的渐变后壳 这种纯粹的感觉熟实难得 而后壳右侧的三色条纹 配一道轮胎硬的纹理 就像饱满的M系 强调到自己鲜明的个性和强劲的性能 高达1000Hz的顺时触控采用率 用直接了当的方式 将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延迟降到最低 一体双扬声器 双马达 双屏幕压杆的加入 就好比我按下方向盘的M键 悬挂 油门 转向 只要能感受到的 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 刚才忘说了 15分钟我们还能拆一台手机 卡托为金属加塑料材质 双卡 顶部设有密封胶圈 关机后防止加热垫加热5分钟 用吸盘将后盖拉开 以往拆解iQOO的机型 其后盖的胶都比较厚 这次iQOO7也不例外 所以拆解前可以多加热一回 拉开后盖时也要稍加小心 拆解片严实则滑开 分离后盖 背胶依旧平整 后盖对应电池的区域贴有大面积的缓冲泡棉 后置摄像头的泡棉是一整块铺设的 这和平时拆解的其他机型有些不同 手机内部通体黑色 采用的是常见式的三段式结构 上半部分的主板区域 较于常规的安卓机型要小上许多 由此推测 主板应该是双层堆叠式的结构 摄像头的区域在整机占比较小 只有约整机的1% 为了增强机身的密封性 机器的上下部分还贴有额外的胶条 中间的电池区域比较大 对着掀开电池上方的散热膜 电池上方是一条屏幕转接排线 和一条电池充电排线 拧下顶部盖板的所有螺丝 其中左下角的一颗螺丝 与其他的螺丝规格不同 装回时需要注意 随后取下盖板 盖板的材质略厚 特别是摄像头区域 质地比较坚硬 盖板右侧贴有缓冲泡棉和石墨散热贴 背面对应摄像头 听筒和其他部分区域 同样贴有缓冲泡棉和散热贴 拿掉盖板后可以看到 和之前推测的一样 主板采用了双层堆叠设计 可以进一步节省内部的空间 摄像头部分之间排列比较紧凑 整个相机模组 在机身内部占据的面积不大 但是每颗镜头的个头却并不小 而且每个镜头都配有独立的金属框 三个镜头堆起来成品质型 所以让你细细的屏 从上至下分别是 4800万像素的主摄 1300万像素的超广角 即1300万像素的人像镜头 虽然并没有反滚架 但中框设有CNC工艺的凹槽 将每个镜头镶嵌在里面 断开电池和屏幕转接排线 拧下固定主板的两颗螺丝 及不同规格的子母螺丝 并断开蓝色的同轴信号线 撬下挡板 下面压着的是压杆和主副板连接排线 断开另一条压杆排线 和右侧的黑色同轴信号线后 即可取出主板 断开主摄 人像和广角连接座 取下镜头模组 整块主板共存在三处挖孔的区域 由于主板使用了双层堆叠 厚度相较于其他机型会更厚一些 主副板连接排线 及电池座的外圈 贴有红色密封胶圈 其他的内联座都贴有缓冲泡棉 屏蔽到中间贴有散热铜箔 背面铺设铜箔的面积 则更大一些 其中CPU区域图有导要硅脂 主板所有座子的维修参数 放图片供大家参考 当主板可以开机 电流从150起跳 5秒钟左右归0 因为主板无法夺取电池的数据 开机时屏幕会出现充电的标识 然后熄灭 中框设有多处天线触点 松滑器及传感器区域设有密封胶圈 左侧的排线为屏幕压杆排线 原理与3D touch相类似 在玩游戏时按压左右压杆区域 可以映射不同的游戏按键 前摄的周围有塑料框将其固定 内部还贴于缓冲泡棉 用平刀从听筒下方卡入 由于听筒捏得比较紧 先用平刀将其与中框分离 再用平孔镊子轻轻翘起 听筒兼具了扬声器的功能 所以个头要比一般的听筒更大一些 下方还有一个塑料的框 将听筒镶嵌置其中 再取下线性马达 整个马达体积也比较大 接着拆卸小板 小板部分使用了不同于主板规格的螺丝 稍微会短一些 盖板结成了扬声器 音枪部分贴有防沉瓦 盖板背面对应小板和震动的位置 贴有缓冲泡棉 中框对应扬声器开孔的位置 也贴有密封胶圈 防止液体进入手机内部对电路造成伤害 断开屏下指纹 电池 主副板和屏幕显示排线 最后拧下一颗固定小板的螺丝 取下小板 小板上结成了Type-C接口 充电电路 送化器 卡槽和部分显示电路 每一个座子都贴于缓冲泡棉 显示座的外圈贴的是红色的密封胶圈 背面卡槽附近的充电电路 屏蔽罩上还贴有散热铜箔和散热硅脂 需要说明一点 小板的连接线 是直接延伸至屏下指纹的连接座的 并非独立存在 若排线或小板损坏 则需要整体更换 用屏口镊子 敲下另一枚线性马达 这个马达要比上面的要小一些 屏下指纹依然是常见的短焦镜头模组 分离时需要注意不要扯断排线 撕开电池两侧的提示贴 随后稍加用力相看提 接给举下电池 电池采用了双电性设计 并搭配了MTW正列式极尔结构 最后将屏幕放至加热垫上 在67度的温度下加热3分钟 用平刀口从听筒开孔处撬开缝隙 再插入拆机片 割断屏幕与中框之间的胶 通过屏幕排线的标识可以得知 这代iQ7的屏幕是由三星提供的 整个中框采用了CNC的加工工艺 对于屏幕排线及元气建区都做了凹槽处理 撕开上方黑色的散热膜 这应该是我目前见过面积最大的手机军热板了 军热板将近占据了整个中框的3分之2 用夸张来形容毫不为过 在拆机之前 我们在室温20度左右的情况下 进行了原神高画质一小时的游戏测试 背部表面的温度为36度 在室温14度左右的情况下 单板不接触军热板直接跑分 主板最高温度为73度 当连接军热板以后 主板的温度仅为33度 前后差了40度 这块军热板的导热成绩 是目前我们测试过的机型里最好的一块 从2019年首带iQOO手机发布 再到2021年的iQOO7 我觉得无论是产品的体验 还是内部的设计 iQOO一直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虽然它从来没有标榜自己是游戏手机 但它的每一款产品 都在努力为每一名玩家的游戏体验 做出改变 120W的超快闪充的加持 从此让15分钟有了新的定义 赛车运动总是在不断打破过去的记录 科技发展亦是如此 所以下一个记录会由谁来打破 好了 本期的这些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是蒋镇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